宋江率人到方家庄 拜会镇南亡方拉 方拉高意思 列队应接 见面之后假亲假尽 这都叫演戏呀 方拉拉着宋江的手 宋头领 久闻大名 轰雷光耳 今日你能来看我 本王感到非常高兴 宋头领 各位礼边请 宋江也客气了几句 来到厅堂分宾主 落座仆人献查 方拉把自己的人 逐个做了介绍 宋江把带来的人 也逐个做了介绍 宋江等人闪目观看 就见这无双剑克罗彦超 绝非等先之位 细条条的身材 刀条的脸宽脑门尖下壳 两道八字利剑为飞通鬓角 一对单凤眼 大鹰狗鼻子 灵脚嘴 花白胡 头戴软包巾 身穿 鹰根绿的紧袍 腰圈着宝剑 这个人 皮笑 肉不笑 叫人看得那么发肾 你瞅 是不好亲近的一个人 旁边还坐着个老道 这老道 无短身材 长得黑胖 打冷眼看 跟这宋江差不多 不过比宋江要大至十几岁 花白胡 酒粮道金 灰步道袍 水火丝掏 背后背剑 手拿浮尘 一对肉包的眼睛 也是皮笑肉不笑 这都是方辣的左膀右臂 一个军士 一个大帅 大帅罗彦超 这老道就是七星道人 钟离雄 人们早就听说过 看霸多时 茶霸隔斩 宋江一抱拳 王爷 千里迢迢来到泰安神州 一路上好走吗 哎 难走得很啊 本王率人 只好绕小路而行 老天爷保佑 一路上也算顺利 宋桃梁 神州类 你们的人是大贤身手 本王算开了眼了 特别是古上早十千 没想到有这么高的本事 本王是真正的羡慕已极啊 那么请问宋桃梁 今天来见本王 有事儿吧 哈哈哈哈 王爷 无事不登三宝殿 我们在神州内上遇上点难题 即使自己人 我也无需要隐瞒 有一个面照青纱的老者 不知王爷看见没 呃 看见了 我还纳闷呢 他为什么不敢露面 用青纱照脸 什么意思 那咱就不清楚了 这个人我们已经查明了 父姓欧也 双名称方 这是最有名的舌头牢骚啊 这个人不但本领出众 而且浑身上下布满了舌毒 只许他打你 不许你碰他的边 你碰上他 你得中毒 他打上你 还得中毒 因此此人不出 神州内我们万难成功啊 为此 我跟许多人打听 有人提出来了 说王爷手中 有一种能避舌毒的宝药 这种药叫八宝金沙散 王爷 今天我们来 就是求解药来了 不知王爷 能不能把药借给我们一用 遗憾 方大真没想到 有这一手 就是一愣 宋陶领 这谁跟您说的 您就不必问谁说的了 只是王爷 你手中有没有这种药 哈哈哈哈 我服了 我真服你手下的人 耳目灵通啊 谁家有什么东西 你们知道的一清二楚 我方辣从来不说谎话 我们手中的确有这种解药 那我就为解药而来 王爷 能否借我们一用呢 对 方辣听到这儿 用眼睛看了看 无双剑客 罗燕超 罗燕超 皮儿笑 肉不笑 说话 宋陶领 我说两句 方才我们王爷说了 水不凉山的人 真是耳目灵通啊 的确 我们手中就有这种药 实不相瞒 这种药就在我的怀里 我带着 这是我们家祖传的秘方 配置的一种神药 能避百毒 也慢说舌毒 什么毒 都能避得了 但不知怎么个用法呢 您不是想借吗 借可以 礼上往来 这话不假吧 那么宋陶领不能说 上嘴唇一碰下嘴唇 白使活我们的药 换句话说 也等于我们给你帮了忙了 那回报 又是什么呢 您平平 要条件 其实这 也在预测之中 宋江一笑 罗大帅 您说 你打算要什么样的回报 凡是我能接受的 那我就不清楚了 还得求王爷做主了 他又看了看方浪 方浪毫不客气 宋陶领 方才大帅说了 要可以借给你们 但是是要回报他 那么回报的条件吗 我要说出来 恐怕你万难接受 王爷 有话尽管讲 也不见得我就不能接受 好吧 第一 我听说你现在偷着调度人马 三万便衣队 要攻打泰安神州 你绝不可能就被神州内 而神州内 你下一步要走马去神州 对不对 宋江也倒吸了一口冷气 暗自赞成方浪 也不是等闲之辈 我的用意下一步棋 他猜到了 宋江点点头 是 我有这个意思 能不能取到手 可再两说 宋江点 不必客气了 你手下那么多能人 你早就盘算好了 那么你取了神州 又露了脸 又报了仇 又得了诚持 那我们干什么 我们等于白玩吗 来往的损失有多么大呀 说实话 现在我手头也不那么富裕 宋头粮 你取了神州也好 打了圣仗也好 多了我不要 我要白银 一百万两 这回报的条件不算过分吧 换句话说 你们胜不了欧也称方 你们肯定打败仗 什么取神州啊 取泰安 就化为泡影 对吧 到了那时 你们往返徒劳 伤兵损将得多大的损失 用一百万两银子 换这报酬 十个吧 我看这买卖 还做得来 要高我 我就能做 这是头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泰安可是个好地方 你没费吹灰之力 躲过来了 我呢 我肯定要妒忌 不怕你笑话 那么泰安你躲过来之后 我不要旁的 我就希望 给我两个村镇 泰安手下 有两个大镇子 一个叫三阳镇 一个叫五福镇 这俩镇子 我可以屯兵 我可以立足 你能不能许诺 把这俩镇子给我 第三 我还要在泰安神州 训练三千人马 你给我拨出三千个人来 这条件 你能接受吗 方辣的话 刚就出口 四老在旁边坐着 紫面飞行侠苗泽 平安大侠 安良安归 六老爷的周通 大头见个邹锐 四老爷的同事 把眼睛就立了起来 心说方辣 无理之计 这不乘机 敲诈勒索吗 拿我们当什么了 我们舍死忘生 你坐收余力 上嘴唇一碰下嘴唇 就提出这三条件来 特意的苛刻了 不知道宋江 能不能答应 就见宋江满面培象 王爷 您这三条件提的 一点都不客求 提的不算过分 哦 这么说 你同意了 是我同意 但是 同意是同意 得看我做得到 做不到 诚如王爷所言 我没费吹灰之力 我就能把泰安神州得到手 您提的条件 我尽量满足 退一万步说 昂若我们的计划落空了 神州也没得着 泰安也没得着 王爷 你的条件 我就不能答复了 我也不能满足您的要求 哎 我宋头粮 要这么说 这不开玩笑一样 哦 将来你得了泰安 什么都行 你得不来泰安 我要怎么办 我白给你了 这个恐怕挺难吧 众位给说说 有这种零吗 要真这样的话 宋头领 对不起 有要 我也不见 方辣说完这话 五王八侯七贤十六郡 是哄堂大笑 这哪叫笑啊 这叫讽刺人呐 有的人还说呢 我水不凉山的人真行啊 满地找便宜 吃上哪有这便宜 我们借得着要嘛 你爱怎么的怎么的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说什么的都有 十千是忍不可忍 他咳嗽了两声 我说宋头领啊 我说几句行吗 讲吧 娃呀 我甭介绍了 我就是五上早十千 恕我冒昧 我说两句 我们宋头领 宽厚的人呐 诚实的君子 慢说你批这三条件 三十条 三百条 他都可能答应 但是他忘了 梁山一百丹八将 大势小强 都得跟我们商一样 我小明也是头领之一呀 要我说这三条件 未免太苛刻了 我一条都不能接受 你帮忙是人情 不帮忙是本分 今儿我们来了 是求你不讲 但是 要遭到你的拒绝 如此奚落 这药我们不要了 行不行啊 有你的药 我们也打伸出来 没你的药 我们也得占舌头老手 欧也成汤 他没什么了不起的 没有我们另外想主意 可是王爷 我真没想到 你是义军 我们也是义军 咱们共同反对的 都是无道的朝廷 你应当站到我们这一边 伸出友情的手 拉我们一把 我们在难中 有人给帮忙 良善的人都有心 绝不忘大恩 可你似乎是落井下石 看我们的哈哈笑啊 就凭你方辣 堂堂七尺之躯 能说出这种话来 简直是丢人现眼啊 真叫我十千可发一笑 嘿嘿嘿嘿 安腾教一听 顺风洁癖 我老习说的 一点都不假 连我都跟见发笑 嘿嘿嘿嘿 他也乐两声 方辣把脸我借一尘 十千什么意思 既然不求本王 你们干什么来 我就不借 你还敢怎样吗 呀 王爷 既然你这么说 那我就 照实的跟你讲 你借 也得借 不借 也得借 哎呦 这什么意思 那我就不借 你还想武力解决吗 非呀 咱们都是自己人 怎么能那么做呢 耗得动刀 我里反 叫旁人看哈哈笑的事 梁山人断不可行 但是 你实在不借 我们能偷 要偷出来 我们情不领 我们情不领 义不搭 王爷 到了那阵 你是窝火憋气 你啊 房来一听 什么偷 哈哈哈哈 好 事前 咱就一言为定 我看你怎么偷 你真把药偷出去了 愿我倒霉 你爱领情 不领情 三个条件作废 好嘞 我各位都听清楚了吧 王爷 你说话算数不 跟你身后的人 军事大帅商量不商量 不用商量 我是一家之主 我说话就算数 那好了 现在咱就商量商量 怎么个偷法 那你说吧 怎么偷 王爷 我提的主意 现在你话大 你说我得怎么偷 你看好了 我要说 就似乎我盘算好了 你说 哪有来 无双剑客 罗彦超 赶紧从怀里头 取出个白玉瓷瓶 这瓶高了下四寸多 哎呀 这么名耍呀 这小瓶子 玲珑劈头 虽然风得挺烟 一拿出来是香味扑鼻 各位看见没 这瓷瓶里头装的 都是八宝金沙散 这就是我家祖穿秘方配置的 这一小瓶得使魂多十次 要慢说十个毒 什么毒都避得了 说这话交给方拉 方拉接过来再涨心地托 十千 各位你们看清没 就是这个瓶 你先把瓶看好了 本王把这瓶搁在我坐下 就搁在我坐下头 我在上头坐着 你要能把本王骗走 你就把瓶拿着走 你要骗不动本王 你修拿此药 你听清了吗 啊 我说八呀 就坐在你屁股底下 对 当然我不能这么坐着 他一掂手拿过一小木盒的 小木盒不大 跟那印盒差不多 八把小盒盖打开 屏 连包的那块布往里一放 嘎巴 盒盖摁严 小锁嘎巴锁上 咱俩说看清没 说这话站起身来 让大家看 他是坐的高脚椅啊 这椅子又扑又大又厚 把坐垫撩起来 把这小盒 往坐垫里去一搁 把坐垫在和好 方拉往上去坐 就这样 时间看清没 各位看清没 你要能从我屁股底下 把这药偷去 我扶你了 众人一看 无不摇头啊 心说这方拉 存在这个无赖 这还能偷吗 神仙也偷不走啊 还没等表态呢 石前脸偷了 好嘞 一来没定了 就这么地了 哎 石家 咱个说清楚了 许偷不许抢 偷吗 就是看着人家不注意 拿走的 这叫偷 比方说 你派几个人 跟本王交手 把本王拉倒了 或者放把火 等等等 这都不算 修怪我说话 不算数 我在这坐着 要还能闹到手 那我才心服口服呢 哎 好嘞 王爷 指定叫你心服口服 就得了 各位啊 咱们就这样 一案被定了 哎 石头领 几天的时间 您说呢 我说呀 一二三 吃不过三 给你三天时间 可以吗 三天 哎呀 三天太长了 擂台上还等着呢 耽误三天 算怎么回事 也没法交代 这样吧 一天吧 就算今天开始 明天天亮之前 要到我手 怎么样 石头领 那我可就点头了 就今天一天时间 明天天亮之前 你把药拿到手 你要拿不到手 再来求 势必登天 那就不是三个条件了 诚如你所说 也许三十个条件 三百个条件 好了 废话少说 一言为定 早点 发达站起身 送客 把宋江他们送出来了 谁也没说话 上了马回转电房 到了皇家英雄殿 把门一关 大伙一起 朝着石钱开炮 宋江就说 我石钱 你事先得跟大家商议商议 这你能投得了吗 这说着玩呢 方来要不知情 欢道八了 他已经知情了 他就瞪眼不离那地方 你怎么个偷发 你是神仙呢 你会大搬运呢 如果说 我们答应他 这条件 这事还有个商量 叫你这么一说 把这鹿给堵死 倒不出来 怎么办 就信啊 西夫 你这一说话 你怎么不跟大伙商量商量 石钱一笑 各位啊 尽管放心 我是文操胜券 我是文操胜券 都会被戴 我说 你怎么可能 我没有说 你这种东西 我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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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种东西 你这种东西